大家好我是金珍 金宇 歡迎收看今天的北建火力頻道 金宇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最近好像一直在狂吃披薩 對他真的是 瘋狂在推出新品 就在我們上上週吃完了 必勝客出的香菜富翁肉跟披薩 之後呢 沒多久 又來一個更厲害的 我覺得他在烤工獨森 我在網路上看到非常多翻車的圖片 他剛推出的時候颱風很嚴重嘛 所以就有很多人說 難道是因為颱風來襲 所以披薩就整個東倒西歪了嗎 但我剛好投票在演 我們今天的還算是蠻正常的 那我蠻好奇為什麼他會想到要出這個圖案呢 他推出了這一款叫做 假霸丸大聯盟披薩 所以他裡面有肉圓的成分 對 那另外一款也是我在網路上看到 他也是最近新出的 其實我有去查過 他也不算新 他之前情人節的時候 都有出過類似的款式 這一款呢叫做 愛無限愛心起司披薩 那這兩款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他不是我們常規印象中圓形的披薩這樣子 愛心很可愛 那這一次的棒球我覺得蠻酷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看看吧 那我們現在第一款開箱的呢 就是我們的 假霸丸大聯盟披薩 它的香菜也是很足耶 怎麼有這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好我們現在打開來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本壘版的造型 然後在本壘版的幾個角落 它都放了總共 用toto有9顆的肉丸 然後因為我們在打棒球的時候 中間不是都會有線嗎 就是球員要跑的時候 有那個線嗎 它的線就是 用一個白白的起司拉出來 中心的這一塊 它是用蠟場去鋪墊 然後後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些蘑菇 然後還有香菜 我覺得必勝科的員工蠻辛苦的耶 還要做這些擺盤設計蠻累的耶 我們吃過幾款啦 像之前沒吃過的是那個 庫洛魔法室 然後我們吃過的是奧運 然後還有香菜肉羹 希望他們不要再虐待工讀生了 但我滿期待這個肉丸耶 它感覺是外酥內軟的那種耶 然後它這一款也不是像 一般我們買到的圓形披薩 是它會幫你切好 沒有這就是整片 你要自己想辦法 而且它感覺是薄脆耶 提醒一下 這一款是薄脆 而且沒得選 你就只能選薄脆 啊我剛剛講錯了 它不是本壘版的造型 它是整個球場 我摸到肉丸皮了 是軟QQ的嗎 很奇怪的觸感 你摸摸看 哎唷真的是軟的 是不是很奇怪 它有肉丸的味道耶 我覺得它的肉丸跟肉 好像是分開來的耶 我覺得這幾個東西 它們沒有在一起耶 它不是想像中那種 包好一顆一顆的肉丸 它是把肉跟肉丸皮 分次放上去 所以它們沒有合在一起 然後下面再墊了一層皮 口感沒有說特別好 因為下面是薄脆 然後中間是一顆非常大 非常紮實的肉丸 然後上面再給你加一個 軟軟QQ的皮 就是很衝擊 就是沒有到融合得很好 不過難吃 但是沒有什麼特色 我覺得 這款如果買來拍照打卡的話 是滿有趣的 可是如果實際要吃肉丸 或者是你想吃好吃的披薩的話 是可以選別款的 但是就是你可以買一個披薩 然後吃到好幾個口味啦 那我們接下來吃的第二款 愛無限愛心起司披薩 其實我覺得這款一打開來 就有一種蛋糕的感覺 它真的厚到很不像披薩 應該至少有個五公分 我知道他們之前出的那個情人夾 是愛心的外層 就是是那個織心的部分 跟裡面的內層是可以分開的 它應該是模具已經都做了 所以就 回收利用 因為它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出 愛心形狀的披薩了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不喜歡吃 餅皮的部分的那個 就不要買這一款 它外層就是你平常點披薩的時候 如果你有加織心的話 就是那個味道 那有特厚的感覺嗎 非常厚厚到很乾 這款你一定得配一點可樂或什麼的 怎麼樣它內層就比較好吃嗎 沒有耶 我覺得它甚至沒有調味感覺 它就是 餅皮加起司 內層是比較有 起司鹹鹹的味道 那外層的話是夾薪 它就是只有 織心條乳酪的那個味道 跟餅皮非常厚 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麼可愛的外型 應該要做一些比較 少女一點的口味 它其實之前情人節的時候是出 買了一個愛心形狀的披薩 還會送你一個草莓果醬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寫字 那它這一次出的就是偏普通 很清淡耶 就是因為它沒有加任何的料 它只有起司跟乳酪 所以你也沒辦法對它有任何的幻想 還是這是披薩的原味 我們已經被傳壞了 就是要加一些肉丸啊 沒有吧你去問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應該說這些都不是披薩 好 那我們這次出完 吃 出完 出完了 一個新鮮的口味 棒球的聯名 外觀的部分做得很好 然後我們拿到的這款也沒有出車禍 但是口味的部分也不能算肉丸 因為肉丸你可能印象中就是它應該是 肉包在皮裡面 然後是一層一顆這樣子 可是它既不是那樣子 然後又很分開 不管是蒸的口感也好 或是炸的口感也好 它都沒有做出來 它就是一個粉感 因為它上面撒了一個粉嘛 說到肉丸你最喜歡吃的是哪一種 炸南部跟北部不一樣 南部是哪一種 南部我記得是蒸的肉丸 然後北部是炸的肉丸 可是北部大部分都是蒸的啊 是嗎 對啊 那就是被入侵了 北部的肉丸是炸了之後 它會加那個一個粉紅色的脂 對對對 然後肉丸裡面就會有 除了肉之外 還會有一些筍乾啊等等的 可是如果說是南部蒸的肉丸 它的皮真的是那種軟軟爛爛 有點像你有吃過那個腸粉 有 再厚一點那種感覺 但現在肉丸有些已經很高級 它會加海鮮 加干貝之類的 還真是高級呢 一顆會到將近一百塊 哪裡的肉丸啊 我沒吃過啊 彰化的啊 聽說彰化是全台灣土豪最多的地方 好 那既我們吃過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口味 我覺得它應該要有一個 開放清單 就是讓大家去投稿自己想吃什麼 對 那金魚如果是你 你會想吃什麼 如果是傳統美食 我想到耶 我想讓它出木瓜牛奶口味的 剛剛講完我突然有點反胃 它不用放木瓜在上面 它只要有那個香氣就好了 那就是香料 那就是香料 金針是不接受香料這件事情 就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這個口味 它會不會哪天把尖角放上去 尖角的皮跟肉拆開來 不要鬧 好 如果大家有期待說 這些奇奇怪怪的披薩 會出現在未來的菜單裡面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北建猴狸頻道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